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去面试 没有走进这部电影 今天你会选择去上电影学院的表演系吗 不会 那你原来是想上什么样的学校呢 我原来想 其实我原来就想当个挺普通的孩子 就是考个大学 我知道考大学学什么呢 你那时候对什么感兴趣呢 我那时候我记着就是在业余班学过一些舞蹈 然后就想说不定能碰上一个学校呢 然后就去南京碰了碰 就碰上了 就碰上了 碰上电影了是吧 碰上表演了 当然我也考上了 你也考上了 就是南京的学校你也考上了 对 有合格证了 合格证你留好 这都是证明能力的重要的凭证 像你这种演完《三家术之恋》之后 突然一下就火了 那作为明星的话 肯定要跟导演到处去见面会啊 然后守应试啊 应该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对 我记得第一年之前就是 我根本不敢一个人上节目 也不敢一个人出席什么东西 就活动啊 我那时候估计就这么大个沙发 我一个人在这坐着 你就肯定不敢坐了 然后后来我就行了 后来怎么就行了 怎么就行了 其实有一次就是好像我去担任防盗版大使 然后就是我一个人 我以为会有斗销 然后结果那天就我一个人 然后我就上去了 上去之后觉得也没那么恐怖 那天说了些什么呢 说了些什么 我记得那天特紧张 因为是防盗版大使嘛 所以我就说 我们是法治国家 上去说我们法治国家 我们要从自我做起 从自身做起 上去就开始说这个 我觉得特别像 拿个大喇叭宣传什么东西 对对对 那个经纪人会 每次在你这个 做通告的时候 会嘱咐你说 说什么 说实话我觉得可能就没有 真的是没有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我真的就我也会生气的 什么问题啊 你生气了呢 就不想说了 反正就是我也会生气的 就是我也不会去 学着怎么去说 我就觉得我该说的 我就说了 不该说的你还问我 你还问我 你还问我 还问我 还要怎么样是吧 对啊 但是我很想知道 后来那你对这记者 说了什么呢 谢谢 这个方式不错 以后我得学学 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 其实拍电影更难呢 还是后边要应付 这么多公共活动更难呢 你觉得都挺难的 对我 对于我之前来说 都挺难的 包括这次上大学 我觉得也挺难的 主要是你第一次 去接触这个东西 你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说怎么办呢 就挺难的 那个 你会不会去看 留心些杂志 看看其他明星 都是怎么来 面对这些场面 去接受那些采访呢 说实话 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 我怎么看 自己怎么都不好 就是比如说 你上台 就很生硬的 人家一问你话 就支支吾吾 我也会觉得很有压力 我也会觉得很难过 我就觉得 比起 就其他的前辈姐姐们 哥哥们 就觉得 我就觉得 为什么就不行啊 就是 你比别人差吗 就是会这么想 就觉得挺沮丧的 然后我就会 使劲地在网上看 那些模特 怎么摆的怎么摆的 然后我一上台吧 我就又不敢了 后来 然后后来就 慢慢慢慢的 我就会突然觉得 其实有时候 每个人自己表现出来的东西 就最美的 所以我现在都 不会担心这个问题了 你比如说 假设一下 我们在现场 拍时尚大片 你就比如说 能给我们摆几个pose吗 现在就觉得 你说你已经刻骨了吗 肯定特别酷了 对啊 要证明一下自己 那我就还是 像以前那样站的呢 因为我真的不会摆 还是不会 不信你看我现在的那些采访 我觉得我还是不会摆 但是好像比以前站的更自然一点 但是他们说有一办法 跟你一说 你就放松了 就愿意摆了 说什么叫那个 先要求拍一张 淑女想上厕所姿势照片 有吗 有 你让我看看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摆 我摆了 摆了 你看我其实没关系 我们都一块 其实好像 也不会让你一个人 是这样 我每次就 怎么弄 就是你比如说 就很像上厕所 大家都爱缠着腿 这样很淑女的站着 然后我就这样 我就很缠着 你他就 好像安全 这样就把大家就逗笑了 所以就会 活一下气氛 所以每个人都放松一点 我就不至于那么尴尬 他也就不担心了 有人要求说 我们四个人一起做同样的动作 四个淑女都想上厕所 好 来 一 二 三 怎么样 嗯 哈哈哈哈 有吗 哈哈 哎 哎呀哎呀 不行了不行了 我 我我做了这个 这个动作以后完了 那别让你儿子看了 我儿子对我的尊敬 荡然无色 妈妈的形象就没有了